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 沃阔台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他是成吉思汗的儿子, 也是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大汗。 而世界各国的史书中, 对沃阔台的评价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他乐善好施慷慨大方, 也有人认为他沉迷酒色冷酷无情。 在沃阔台成为大汗后, 便继承了父亲扩张领土的遗旨, 他曾积极参加灭金罚送的战争, 并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蒙古戏争。 本视频将带您一口气看完大汗沃阔台的一生。 公元1186年, 沃阔台出生于墨北草原, 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 母亲是成吉思汗的正妻贝尔提。 沃阔台出生时, 成吉思汗还没有在草原上站稳脚跟, 因此沃阔台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他自并便开始学习弃骂射解, 当沃阔台长大之后, 便开始和兄弟们一起为父亲征战沙场。 公元1203年, 年仅17岁的沃阔台追随父亲参加 和兰真沙陀之战,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 作战勇敢的沃阔台身负重伤, 险些阵亡沙场。 公元1213年, 沃阔台参加了成吉思汗对金朝发动的战争, 在那段时期, 沃阔台立下了许多战功。 公元1219年, 成吉思汗牺牲中亚的花辣子魔王国, 当时的成吉思汗已经快57岁, 并且开始在自己的四个儿子中挑选继承人。 在成吉思汗正妻贝尔提所生的四个儿子中, 沃阔台并不算太突出, 在磕首蒙古传统上, 他比不上二哥茶河台, 在行军打仗上, 他比不上自己的弟弟拖雷。 但是沃阔台的优点, 却是他的兄弟们无法相比的, 性格沉稳冷静的沃阔台情商极高, 他很懂得如何维护上下级的关系, 正如父亲成吉思汗对他的评价一样, 如果你想学习为人处事和享受生活, 那么就去追随沃阔台。 在成吉思汗挑选继承人的那段时期, 他的长子竹翅和次子茶河台曾爆发冲突, 茶河台对竹翅的血统进行侮辱, 兄弟之间闲些大打出手。 而沃阔台虽然一直和二哥茶河台关系很好, 但是在这件事中他却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 从这件事中也能看出, 沃阔台情商极高, 并且让成吉思汗开始有让沃阔台继承汗卫的想法。 公元120年, 蒙古西征军与花辣子摩军队, 爆发了御龙劫持之战, 并且任命竹翅为主帅, 让茶河台和沃阔台辅助竹翅攻打玉龙劫赤城。 可是在这场战争中, 竹翅和茶河台再次爆发矛盾, 竹翅认为玉龙劫赤城以后是自己的封地, 因此打算劝降城中的居民。 茶河台则认为应该彻底摧毁玉龙劫赤城, 而两位指挥官的争吵, 也让蒙古军队一物战机, 导致蒙古军队伤亡惨重。 成吉思汗得知此事后, 十分生气, 他任命倭阔台为新的统帅, 而倭阔台仅用几天时间便攻下玉龙劫赤城。 这件事也让成吉思汗坚定, 将倭阔台立为继承人的想法。 玉龙劫赤城陷落后, 倭阔台下令将该城彻底摧毁, 此事让他得罪了大哥主持, 但是也让二哥茶河台成为他的忠实盟友。 公元127年, 成吉思汗在率军围攻西夏时去世, 他在去世前将韩卫传给倭阔台, 并且声称倭阔台的后裔拥有优先继承韩卫的权力。 但是成吉思汗去世前的遗嘱, 并不能让倭阔台直接继承韩卫, 韩卫的继承权仍需通过呼里勒台大会去顶,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 一直由拖累兼设国政。 公元1229年, 蒙古贵族在切履联合上游展开呼里勒台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 蒙古贵族们分为两派, 分别推选倭阔台和拖累为新的大汗。 由于当时竹池已经去世, 以查核台为首的一些蒙古贵族, 则全力支持蒙古台继承韩卫, 最终使蒙古台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大汗。 蒙古台成为大汗后, 他终于大臣耶律储才, 进一步健全了蒙古帝国的法律和制度。 与此同时, 蒙古台还派大将出尔马汗率军西征伊朗高原, 以此来消灭花辣子摩末代王子扎兰丁的实力。 公元1231年, 蒙古台继续对金朝发动战争, 他不断派遣军队与金朝作战, 并且在1234年成功灭亡金朝。 公元1235年, 在金朝灭亡之后, 蒙古台开始与南宋开战, 也就是在这一年, 蒙古台还发动了一场影响世界历史的战争, 他任命逐斥的儿子拔都为统帅, 下令发动第二次蒙古西征, 并且让各路宗王派出长子参战, 蒙古铁骑开始向欧洲的徒弟进军。 而蒙古台能够任命把斗尾西征欧洲的统帅, 也能看出蒙古台的情商极高, 他想要通过此事来缓解与竹斥家族的关系, 以此来维护蒙古帝国西部边境的安定。 当蒙古军队在南宋和欧洲两线作战的时候, 蒙古台也开始享受生活, 他终日沉迷在酒色之中, 并且声称享乐和英明在人生中都非常重要。 蒙古台不但自己喜欢享乐, 他还喜欢给别人带来欢乐, 性格大方的蒙古台在赏赐礼物方面毫不手软, 各国进贡给他的礼物, 他常常在韩未清点完前, 就已经分发给众人, 以至于许多人莫名而来祈求赏赐, 几乎没有人从他那里空手而归, 而蒙古台在享受生活的同时, 也时刻注意着蒙古军队的动向。 公元1238年, 此时的蒙古西征军已经征服沃罗斯人的土地, 就在这个时候, 蒙古台的儿子过于在西征欧洲期间, 与指挥官拔都爆发冲突, 蒙古台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 他下令将贵游召回, 并且不准贵游再进监自己。 在召回贵游的同时, 蒙古台还召回了托雷家族的蒙哥, 蒙哥身为托雷的长子, 在蒙古西征欧洲时立下了赫赫战功, 并且受到了拔都的认可。 而老谋深算的蒙古台, 认为蒙哥如果继续跟随拔都西征, 极有可能会用竹斥家族和托雷家族组成联盟, 以此来抗衡蒙古台家族的权威。 在蒙古台晚年的时候, 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 并且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 公元1241年, 蒙古台在狩猎归来后饮酒昏迷, 苏醒后恢复了几十天才慢慢好准, 可是这次昏迷并没有让蒙古台放弃饮酒。 同年的冬天, 蒙古台再次外出打猎, 在骑兽五天后返回营长, 在返回营长休息的时候, 蒙古台不顾一声的劝阻, 开始观看歌舞和痛意美酒, 当时的蒙古台性质很高, 以至于好饮到深夜才散去。 结果到了第二天, 蒙古台因为饮酒过多而中风, 不久后便在营帐病逝, 当蒙古台病逝的消息传到欧洲时, 把都率领的蒙古西征军, 已经进军至德国边界, 而蒙古台的突然离世, 也为第二次蒙古西征画上了句号。